Acer Nitro 5 和 HP V2 16 或者 15 都是备受瞩目的 Budget Gaming Leto 选择 但要如何在这三款电竞笔电之间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呢? 哪一款的配置更好?性价比更高?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 你好我是明! 今天的这部影片将带你深入对比这三款笔电的配置 性价比和差异 如果你再寻找一款适合自己的电竞笔电 但是预算有限 那么这个影片将为你解答所有的疑问 不但如此 影片的最后还会提供购买指南 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任何信息 如果你问我到底要如何选择这三款笔电 我也很难直接告诉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它们有很多的配置 还有不同的价格 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下手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款笔电的基本配置 首先在屏幕的部分 Acer Nitro 5 是搭载了15.6寸的Full HD屏幕 有144Hz的刷新力 基本上全部都是低色域的NTSC 45% 有些比较高贵质的版本就会给到100%的 SRGB高色域 高色域的屏幕就会比较适合有调色需求的用户 HP Windows 16 是搭载了16寸的Full HD屏幕 有144Hz的刷新力 然后全部都是低色域的NTSC 45% 250L的亮度 那么HP Windows 15就是搭载了15.6寸的Full HD 144Hz的刷新力 同样也是NTSC 45%的色域屏幕 250L的亮度 在键盘的部分 NATURO 5就有Full Zoom的RGB键盘灯光 而HP Windows 16和15都只有单色的白色背光 它们全部打字 手感和体验都算可以 只是两款HP的方向键并不是完整尺寸的 这一点NATURO 5就做到比较好 在接口的部分 NATURO 5左侧就有RJ45 USB A3.2的Gen2和Audio Jack 右侧就有两个USB A3.2的Gen1 在后侧就有电源接口 USB-C就是DON4和HDMI 2.1 接口方面都挺不错的 HP Windows 16的接口 在左侧就有电源接口 RJ45 HDMI 2.1 USB-A USB-C Audio Jack 还有一个SD card reader 右侧就有两个USB-A HP Windows 15的接口 在左侧的部分就有电源接口 一个USB-A Audio Jack 和SD card reader 在右侧就有一个HDMI 2.1 USB-A RJ45 还有一个USB-C 是指持DP-4 还有HP Sleep and Charge 接口的布局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Acer Nitro 5和HP Windows 16 然后Windows 15的话 就把很多主要的接口都放到了右侧 在这些接口被使用的情况 难免会影响到 滑鼠的使用 在电池容量的部分 Acer Nitro 5都是搭载了57.5Wh的电池容量 而HP Windows 16就搭载70Wh的电池容量 至于HP Windows 15就是52.5Wh的电池容量 和70Wh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散热规格 我们看Acer Nitro 5都是2022款的一个大开款 虽然和散热规格方面相比前一代都是更好的 采用了5热管双风扇的设计 HP Windows 16属于比较新款的笔电 散热规格方面它具有双风扇和双热管的设计 效果应该是不如Nitro 5的 而HP Windows 15同样也是双风扇爽热管的设计 不过整个模具的布局是不对称的 虽然W Windows 15的散热规格看起来更加低级 不过用它来应付日常办公使用 还是大大小小的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表面温度表现意外的是这三款最优秀的 Acer Nitro 5在噪音的部分表现算是普通 还有提升空间 噪音算是这三款里面比较明显的 至于HP Windows 16就比较中规中级 除了在运行3D工作其他的情况都算不错 那么HP Windows 15在静音模式下就会比普通的电脑还要吵一些 但是特别的就是它在高强度的工作 它的最大的噪音反而是会比其他的电竞笔电还要小时一些 该安静的时候不安静该吵闹的时候它却收声了 在RAM的部分它们基本上都是有两个RAM卡槽 不过在储存的部分就有所不同 Acer Nitro 5是有两个M.2的slot 还有一个2.5寸的位置拉放SSD或者HDD HP Windows 16就有两个M.2的slot就没有2.5寸的位置 而HP Windows 15就只有一个M.2的slot 所以储存的升级空间就有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重量 Acer Nitro 5的厚度是25.9mm,重量是2.5kg HP Windows 16的厚度是23.5mm,重量是2.4kg 那么HP Windows 15的厚度是24.mm,重量是2.29kg 所以Nitro 5是这三款里面最厚重的 但是我觉得实际情况下除了HP Windows 15会轻一些 它们的重量厚度感觉都不会相差太远 那么这三款笔电的性能配置到底要如何选择呢? 以下我提到的笔电价格可能会和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所以你们还是要根据影片下方链接里的价格为准 接下来都是干货,一定要跟紧,不要跟丢的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预算来做出选择 如果你的预算是低于3000 想要3000一定就可以找到一款gaming laptop 那么留给你的选择就只有HP Windows 15 HP Windows 15,低于3000的预算就只有2个配置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这个型号 它大载了Ryzen 5 5600Hz的处理器 GTX 1650的显卡 给你8GB RAM,512GB的SSD 屏幕是15.6L Full HD,普通的144SD 色域 价格是2880左右 在这个价格的配置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嫌弃的 要求不要太高 很多游戏还是可以玩到的 还有一个选择是这个版本 它的处理器是Ryzen 5 5600Hz 显卡是RX6500M 同样也是8GB RAM,512GB的SSD 屏幕也是一样15.6L Full HD,普通的144SD 色域 价格是2689 那么这两款要如何选择呢? 我的建议呢最好是选择GTX 1650 因为它可以应付更多的使用场景 像是剪辑和玩游戏呢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RX6500M的话 就没有那么适合创作需求 像是修图和剪辑 因为有很多的软件对于NVIDIA的适配呢 会更加好 好过Radeon的显卡 如果呢你只是用来打游戏的话 搭载Radeon的显卡版本呢也是适合的 AMD的处理器 如果是Intel的处理器呢就有三款Biton可以选择 分别是这三个型号 第一款呢是HP V266 它搭载的是i5-16500H 显卡呢是GTX 1650 它价格是在3299 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只要求有比较强的处理器 而显卡不是主要要求 那么这一款是可以选择的 还有另外两款呢搭载的都是一样的 i5-16500H和RTX 3050 Nitro5的这一个型号呢 价格会比HP V266的这个型号便宜一些啊 你可以直接选择便宜的Nitro5 如果你觉得它们之间的价格你都可以接受 你还是不知道要怎么选择 那么你就要看和我刚刚所提到它们之间的差别 例如电子容量还有散热规格等等的配置 都是你可以考虑的因素 接下来两款呢都是AMD处理器的笔电 Nitro5呢是这个型号 它就会比V266的这个型号更贵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样的解决方案 你们可以去看看它们之间其他的配置方面的差异 如果预算不是你的主要考虑原因呢 可能你可以看看以下这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你可以选择搭载RTX 3060显卡的型号 那么这里呢就只有四款选择 AXNitro5有两款 HP V266呢有两款 如果我们要选择i5-12500H RTX 3060的配置呢 AXNitro5呢是最好的选择 价格只需要4129 因为V26的这个配置呢 就需要5099 我个人呢就不太推荐 如果是i7-12700H RTX 360的配置呢 HP V266就会更好 价格是5499 而Nitro5这个配置的价格呢是5545 其实呢还有一款是AMD处理器的Nitro5 它是Ryzen 7 6100H RTX 360的配置 这个版本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屏幕是采用了100%的SRGB 对于设计调色的工作就会更加优好 它价格也不贵 4179 对于i2的学生来说呢 他们通常都会要求拥有比较强性能的处理器 据显卡呢就不需要到RTX 360那么强 所以呢 i7-12700H RTX 36050的配置呢 或者类似的配置呢就非常适合 你们可以看看Azer Nitro5的这个型号 i7-12700H RTX 36050的配置 它价格呢是4499 HPV16呢也是有适合的型号啊 搭载的是i7-12700H RTX 3050Ti的显卡 它价格呢是4789 虽然这个RTX 3050Ti可能对比RTX 3050会有小提升 但是不明显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差价是不值得选择HPV16的 当然也是有AMD版本的Nitro5 它的配置呢是Ryzen 7 6800H RTX 3650 这个版本呢价格呢就会便宜很多 3739的价格 V26的AMD版本呢就是Ryzen 7 6800H RTX 3050Ti 它的售价呢是449 所以AMD版本呢都会比Intel版本更加便宜 不过通常IT学生呢他们都会选择Intel处理器 因为他们说Intel处理器运行编程软件呢 会更加稳定更加适合 而且i7-12700H的处理器呢 确实会比Ryzen 7的6800H更强 对于视频剪辑、设计、3D建模这种工作 我推荐以下三款啊 第一款呢是Acer Nitro 5的这一个型号 搭载的是Ryzen 7 6800H RTX 3660的显卡 它有支援给你16GB RAM还有1TB的SSD 重点是它有100%的sRGB高色一屏幕 它价格呢只是4179 我认为呢就是一个很值得选择的配置 那么另外两款型号呢就是Acer Nitro 5的这个型号 还有HPV266的这一个型号 它们呢都是搭载的i7-12700H和RTX 360的显卡 Acer Nitro 5的价格呢虽然是5545啊 而HPV26是5499 虽然Nitro 5会贵的一些 但是它直接给你16GB RAM 它们这两款的价格和刚刚那款AMD都有很大的差价 而且都没有高色域屏幕 虽然i7-12代除以器呢会比Ryzen 7 6000系列除以器呢更加强 但是我觉得AMD版本的Nitro 5的综合表现会更加好 价格又便宜 总结来说这三款笔电都各有特色 没有最好的一款笔电就有最适合你的款式 所以呢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第一个选择方向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对于没有预算舒服的用户呢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配置 如果遇到相同的配置呢就可以选择价格比较便宜的 或者可以看看他们其他的配置方面 像是不同的重量厚度啊电池续航还有散热规格 如果你是一些专业需求用户像是IT或者内容创作要剪片修图调色的 都可以根据我刚刚所推荐的型号去选择 以上所提到的所有型号的笔电呢在影片的下方我都会提供连接 要注意的是呢笔电的价格我这里可能不是最准确的 所以还是要以这些连接的价格为准 当然呢我可能会漏掉一些款式型号啊 所以呢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 或者你也可以私信我的IG 最后呢一定要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明 see you the next vide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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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